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27年8月1日 已成为人民军队历史上的永恒 这背后 还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小故事 今天 我们就和大家一起穿越历史 回到南昌起义的那几天去看看 这说起 南昌起义啊 那可不是随便选的地点 在当时 那可是经过了周密的分析 军事科学院军事专家徐战权说 中国共产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几支主要武装 如也挺的第二十四师 贺龙的第二十军 正集中约离南昌约130公里的九江一带 而南昌守敌仅有六个团的兵力 起义成功的把握比较大 南昌起义的前几天 起义部队一高人胆大 与敌人比邻而居 使出了不少奇招 七月三十日 南昌大笑场 起义部队中的一个团两千多人 黑压压的坐在大笑场操场上 唱起了国际歌 而他们的隔壁 就是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的主力团第七十九团 这不仅能唱歌 探查敌方的营房 那也是大摇大摆的 侦查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进行的 有的起义战士以走机为名 转了几个地方 甚至跑到了敌军的营房里去侦查 即将肉搏的两军 其中一方竟然毫无防备 这可说是军事史上的一大奇闻 除了在敌人眼皮底下查 探敌情 朱德还摆出一个鸿门宴 让别人在喝得晕晕乎乎的时候 才发现我们的人已经起义了 7月31日夜 不止好起义的朱德 在城西燕请朱培德手下的军官 其中就有驻守大笑场的团长肖约恩 驻守江西的敌军许多都是滇军部队 滇军出身的朱德 在他们中有很高的声望 他得宴醒对这些滇军将领来说是不能不给的面子 喝完酒 接着打麻将 直到起义的枪声打响 就在这个时候 竟然还有人企图阻止起义 风云人物汇聚的江西大律舍 在7月30日这天早晨迎来了十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国道 张国道竟然是赶来阻止起义的 远在万里外的共产国际 要求中国共产党停止冒险 起义部队已经部署 剑在弦上怎能不发 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拍案而起 同时 还传来消息 汪精卫 张发奎 即将于8月1日赶到南昌 历史性的一刻终于到了 8月1日凌晨2时 南昌 由于叛徒告密 起义提前两小时开始 砰 砰 砰 三声枪响 向驻扎在各处的起义军 发出了战斗的命令 胸前系着红领巾 左臂扎着白毛巾 手电筒贴上红十字 起义军各自朝目标发起了攻击 8月1日 红色的旗帜 红色的灯光 红色的领巾 南昌成了红色的海洋 到凌晨6时 南昌城内守军已全部肃清 共兼敌三千多人 缴械枪指五千多支 子弹七十余万发 当天下午 驻马回领的部队也在聂荣臻 周世帝率领下起义成功 并于自日到达南昌 起义成功了 也是为了纪念这一天 1933年7月1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批准了把南昌戏义之日 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建军纪念日的建议 从此 八一成为人民军队的建军节 今天 让我们一起 向中国军人致敬 文案 王冲景桌漫画 石小帆里 伯廷文字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